家里养花种菜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宠害 今天呢就给大家安理一个不是农药 但是却可以用来杀虫的好东西 它叫做丝兰精油 丝兰精油呢是从丝兰这种植物上提取出来的精油 纯天然 所以说对人啊动物啊植物啊都安全无害 即便你家里有孕妇小孩宠物 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喜欢种菜的朋友呢也不用再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了 而且呢它的味道还蛮好闻的 有着淡淡的清香 所以说即便是封闭阳台的朋友呢 也不用担心农药气味的问题了 那么它可以杀哪些虫呢 具体应该怎么使用呢 你看哈 它的背面呢有非常清晰的介绍 像我们家里常遇到的一些小型的虫子啊 比如像红蜘蛛啊 牙虫啊 白粉狮啊 鸡妈呀 包括大家最熟悉的小黑飞 它通通的都可以搞定 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一瓶盖是10毫升左右 我们兑水100倍也就是一升水 然后混匀后呢 喷到植物的身上就可以了 记得一定要正面反面都要喷到 而且要喷到虫子身上才行 因为它是物理杀虫 所以必须接受到虫子才可以消灭它哦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后续呢我会做一期专题 把各种不用农药来驱虫杀菌的办法都整理出来 大家可以关注我 我是塔尔先生 在塔尔河花园和你分享我的原意生活 拜拜